第七場沙班遷移 慈耀鋒沒有一個理由令到我 或者你去說服我 為甚麼他即是接下來這場第七場呢 拿不到杯了 因為上次實在太厲害了 看我的影片 詞耀鋒轉彎的時候想拿出去轉旗和飛霸龍的內側 即是中間的位置 但可惜轉旗就推進去 他在飛霸龍內側加上勝利寬生的外側 藍色衣服透出了這隻詞耀鋒 後面那些完全無法威脅 所以他贏得收薑 這次其實他的加分加了這個十二分 加了十一磅 我想是有考驗的 但這些碼我想又是有很多分在手上 所以我自己也是要回 和道區特意不跑這個菊草 跑來沙田薄培 我覺得他大步馬亦是對跑的 未必不適合跑的 轉一轉場可能有新鮮感 有跑得好些呢 珠色銘鋒 千四縮下來的級數 這隻我一定要要回 始終我喜歡尊重那個級數 縮下來短途 甚至乎去1650爆冷 這些我講過很多次 填草千四過去是對的 另外極速競馬就希望他放頭 如果帶你放頭的話 我想有機會在這裡突擊一下 所以這場賽事就選擇這個 次要瘋狂和道區 轉色銘鋒 極速競馬